习近平极力抓军权,军中反习势力仍大增 中共罕见停止圣诞军演,清洗军队,习担心,随身安危 未来十年,中共无法与美开战,美海军实力一览 笨招应对天气重污染,车辆现行,地铁被挤爆,百姓发飙 用天然气要挟欧洲,俄罗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万事如意龙凤柱,求学高登龙虎榜,生子喜得龙凤柱 龙凤城祥夫妻目龙腾虎月事业星,龙涛棒掠险奇才龙马精神要门庭 好的,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一向对中共军权看得很重,也在极力抓军权 但有分析指出,中共军队中反习的人很多 2023年12月29日,中共党媒新华社发消息称 吕洪、李毅超等9名中共军队高层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被罢免 消息一出,震动各界 因中共军方在2023年异动不断,多名高级将领纷纷失踪 这次中共罕见地公开他们出事的消息,被认为是对习近平不利的信号 因为表面看来,身为中共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似乎已经把军中大权稳稳抓在手里 而且经常在军方会议上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 并且通过中共军报持续高喊军队要对习近平忠诚 但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日美视频人士王有群在大纪元撰文指出 中共军队中反对习近平的人很多,他总结为六部分 分别是,首先习近平亲自提拔重用的一批军官 比如三任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周雅宁和李毅超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震忠 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洪 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 装备发展部现任副部长饶文敏 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屈干生等17人都已经出事 随着他们的被处置,自然就归为反习的类别当中 其次,习近平在中国二十大之前已经查办的170多个高级将领 像是原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扬 空军员政委、田修斯等人几乎都是江派人马 第三批是习近平没有查办的江泽民、徐才厚和郭伯雄 曾经重用的一批军官 第四是中共胡二代中对习近平不满的一批军官 包括前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元 前段时间曾高调发文反对党内个人专段 被指示暗中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 第五是中共军队中保持自己想法的一些军官 比如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 2023年3月旧亲共色彩港媒披露 雷亚洲因涉嫌严重贪腐可能被判死缓 第六是中共军工企业的负责人 习近平多次强调军队要备战 这就表明中共急需精良的武器装备 但无论是中印边境冲突 中共发射导弹 还是中共的核潜艇实施事件 都能看出中共的军事装备存在很多问题 腐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习近平对此作出的回应是 2023年12月27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时全 以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长津 都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外界认为 这三名中共军工企业负责人 是卷入了中共火箭军的大案 和李尚福落马也有关联 也说明习近平对军工系统动手了 中共喜欢对外展示海上作战实力 但出乎意外的是 2023年12月上旬 还对外耀武扬威的中共 却突然从12月中下旬开始 异常低调了 有分析指出 这可能和习近平因担心自身安危 对军队的整肃有关 2023年12月1日到14日 中共军方屡屡对外秀肌肉 12月1日2日中共东部战区 一艘052C型驱逐舰 从东海驶过日本公国海峡 进入太平洋 12月12日13日 北部战区一艘055型驱逐舰 从东海驶过对马海峡 进入日本海 12月14日中共派出两架轰流轰炸机 进入日本海空域 和俄军两架TU-95轰炸机会合以后 返回东海 从这几次中共海军和空军的动静来看 中共是有意对外炫耀武力 但是奇怪的是 从15日开始 中共的海军似乎就消停了 没有像2021、2022年那样 排出大型舰队 进入太平洋展开军演 那这是为什么呢? 军事专家沈舟在大捷撰文指出 2023年12月29日 中共原海军司令董军 被晋升为新一任国防部长 原中共海军参谋长胡忠明 则被晋升为新一任海军司令 中共海军司令在年底进行交接 这可能是海军在年底 没有大动作的一个原因 而且目前中国大陆疫情十分严重 海军内部可能想通过 减少人员聚集和演练来防止疫情扩散 最主要的一点是 近期中共军队遭到大清洗的传言 持续得到证实 2023年12月29日 中共宣布免去多个军队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 和相关职务 涉及到火箭军、空军、海军、装备发展部 和军工企业等 当天中共南部战区海定司令居新春 被证实已经落马 上述消息显示 中共军队似乎是元气大伤 军心不稳 人心惶惶 比起对外持续炫无力 习近平显然是更关注自身的安危 沈舟认为 习近平对中共军队的内部大整肃 可能是中共海军停止圣诞攻势演练的最大原因 2023年12月27日 北约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退役美军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弗里迪斯 在迈克尔·梅德韦秀节目中表示 据我估计中共在大约十年内 还没有准备好以成熟的方式来对抗美国 节目主持人迈克尔·梅德韦德 向斯塔弗里迪斯询问说 美中战争是否会在2034年以前爆发 斯塔弗里迪斯指出 尽管中共正在见识一支庞大的海上舰队 尽管他们的行动非常积极 但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对抗美国太平洋舰队所需的一切 斯塔弗里迪斯也表示 中美开战的话也会有和其他的美国盟友参战 如果我们最终和中共发生战争 那么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 我们有宣誓加入这类军事行动的条约盟友 他们是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纽西兰 所以当你把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时 就会产生很大的火力 表面看来 中共似乎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海军舰队 但实际上 舰艇数量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共的作战实力有多强 因为每艘海军舰艇的尺寸大小、品质和应战能力 可能都会相差很远 而且一艘美国的吉拉尔德尔·福特级航母的作战实力 远远超过十几艘冷战时期的苏联机轴舰 美国海军是全球作战实力最强大的海军 而且美国海军拥有多种战力均衡的潜艇和军舰 还有11个航母打击群 斯塔夫里迪斯也认为 美国和盟友们有十年的时间 为可能和中共将来发生的战争做好充分准备 近日 陕西西安、徐阳、宝基等五城市 因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 从2023年12月27日开始 实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单双号现行 即根据公立日期的单日现行单号、双日现行双号 结果导致地铁被挤爆 不堪忍受的民众当场发飙 27日当天 有网友在X平台指出 中共此举是借机抢钱 先单双号现行 而且是半夜突然宣布的 谁都没有预案 朋友说 管他呢 开车就是了 抓住罚款100元 不开车停路边也是罚款100元 老小区设计停车位本来就不够 大家夜里都是停马路边 早上开走 果然 中午看到大概帽交警 在给车贴条 28日 很多西安市民都发视频说 自己坐地铁非常困难 一些热门地铁站的排队者特别的多 特别拥挤 官方现行的第二天 民众连地铁都挤不上了 有西安市民受不了 当场发飙 应用一部电视剧台词大喊 简直就不是个人 老百姓辛苦一辈子 赚点小钱全搭进去了 这是多狠的心肠 才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跟这种人生活在一个朝代 真是耻辱和悲哀 也有人冷静指出 天气重污染和现行车辆关系不大 现行反而让老百姓出行不便 政府有现行的时间 为什么不下功夫 治理那些化工厂和重污染工厂 乱排乱放的现象呢 陕西政府对车辆现行措施 遭到民众的强烈不满和骂声 也不得不收敛 2023年12月30日 有网友在X平台开心表示 政府终于被老百姓骂得撑不住了 今天下午6点 取消单双号现行 通知说 元旦收价不在单双号现行 回复一周现行两号 所以 说骂是有效果的 欧战开打以来 面对西方国家的强烈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京把天然气作为毁击欧洲的武器 结果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弄巧成桌了 据德国之声近日报道 早在50年前冷战时期的俄罗斯 就已经稳定地向欧洲供应天然气了 但是俄罗斯引入新乌克兰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以后 转而把天然气当作对抗欧洲的武器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先是切断了通往欧洲各国的天然气管道北溪一号 接着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都被莫名炸毁 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 这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从2022年8月开始 高涨到每瓦赫343欧元 约合新台币11851元以上 但外界也发现 2022年欧洲出现了一呼寻常的暖冬天气 不但缓解了欧洲民众的紧张焦虑 依然欧洲客观上不需要太多的天然气 而且美国、挪威和卡达都纷纷向欧洲供应天然气 从而替代了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欧洲天然气危机解除了 但俄罗斯却损失大了 2022年 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量下降了将近60% 欧洲赤库布鲁塞尔研究所能源专家 塔利亚·皮特拉表示 俄罗斯这是自我毁灭 俄罗斯已经失去国际主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地位 而且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而且俄罗斯大部分天然气出口基础设施 都是根据欧洲需求而设计的 如果想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客户的需求 而对天然气进行改道 就得在管道、液化和再细化工厂等方面 再投入很多钱 俄罗斯能源分析师克鲁蒂辛表示 如果普京想修建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 并且和通往欧洲的管道容量相同 他不得不需要等几十年 克鲁蒂辛也指出 关键在于中共现在并没有向俄罗斯 买更多天然气的想法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